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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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蓋了手臂張 要準備水型的方式 玩自樂攤 哇!這隻馬在旋轉 旋轉跳躍 有錯 我們知道搭這個是不是 我看你都拿主意拿起來 接下來我們韓地半島 對韓地督到最後呢 那我們往半島上面看 有兩份相連在一起的飯店 一棟咖啡社一棟土王社 這就是我們樂壇 最有名的飯店韓地樓 今天要來日月潭兩天一夜的旅行 這次主要是想要走一個放鬆 不特別規劃行程的方式來旅行 但是我還是偷偷的悄悄的查了一下 日月潭的旅行分三種 就是海、陸、空 空的話是日月潭纜車 然後路的話呢 就是在那個路上 就是看你要騎腳踏車 或租自行車 或是你要開車 然後在這邊體驗 或者是像現在我們先走水路的部分 然後我們就先來介紹一下水路的部分呢 主要就是三個碼頭 第一個是 大家一來日月潭都會先到水社碼頭 所以就是第一站 然後呢第二個碼頭是玄光寺 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現在在德伊達少 也是少族的部分 然後 在第一站的部分 就是水社碼頭這邊 就是有很多的餐飲跟飯店 所以大家基本上是住在這邊 然後第三站伊達少的部分呢 主要就是吃東西 等等再來好好的逛伊達少的市集囉 今天是禮拜天 還好就是開車的一路還蠻順的 然後現在沒有就是 太多某一些國家的觀光客 可以享受一下我的 車價生活喔 掰掰 午餐吃這個 魯夫先生 好啦我要去點餐啦 跟我 接下來我們也要去看九蛙的碟像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步道 然後我們就沿著它繼續走 看今天可以看到幾隻青蛙 哇 日月潭之所以叫日月潭 是因為從空中看呢 一邊是接近圓形的太陽 就是日 然後一邊是彎彎的 然後就是日亮 今天有四隻青蛙 今天有四隻青蛙 你在站氣嗎 對 哇 哦 哦 哦 三八十 這才有這頭好棒 這兩爪對 啊 幹嗎 一邊笑我 我們直接吃,這樣拿就好 好啦,裡面是包少族的飯 看起來還蠻多的耶 屁味的還蠻豐富的 是喔 還不錯啊,還不錯,怎麼會有人做骨牌還好 他已經去過骨了,然後裡面都是包飯 喔,小辣手 不很辣嗎?還好吧 好可靠那個嘛 好辣 它是沒有骨頭的,所以可以咬什麼 雞肉跟米飯的量一樣多 所以你吃得到雞雞在那個米飯裡面 可是我覺得好辣 所以我剛才一咬就咬這個 然後松有皮,就想吃了 沒有啊 我這樣皮是不是也還沒有 你一隻65元來說是可以放少看的吧 哈哈,這位先生 呵呵,這位先生 為什麼可以吃得這麼好 對 剛才一吃那個雞翅 它的小辣對這個不太吃辣的人來說實在是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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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 欸,香腸 所以來喝紅茶啊,吃香腸啊 嗯,這麼好吃耶 大家,這個嗎? 嗯,好吃好吃 那你下面有這個就是刈包 那你刈包也只有刈包 可以 那就買一個山 對啊 好 我們要一個山豬肉刈包加蛋蕎起司 嗯 嗯 嗯 我剛剛吃的這個是這一家 好好吃喔 就是它裡面沒有什麼肥肉 然後 很好咬開 阿里山紅茶的冰淇淋 這還蠻好吃的 嗯 嗯 好,正常啦 哈哈 你為什麼還要在鏡頭放電 我覺得好像在拍食物的喜相片 先來吃這個 這個是南瓜座皮 然後裡面就是掛包這樣子 蛋吃皮有淡淡的甜味 就像是南瓜座的 可是沒有很濃的那種南瓜味 嗯,還不錯 蛙蛙彎 還是想要悄悄的補充一下 這紅茶呢 因為我今天早上早餐才吃摩斯紅茶 然後這個紅茶吃起來的確多了一些茶味 但是其實就是 就是紅茶 所以對一個日月潭利米呢 就變成40塊的紅茶了 因為我剛才開始吃那個雞翅子 太辣了 我在台北是吃小辣 然後是那種微微麻麻的辣 所以它蓋那個辣的豆 然後它說應該是中辣 就會太辣 然後馬上喝紅茶就有種 喝到緩解的出解量 然後剛才的食物裡面呢 就是都還不錯 就是可以來吃吃看 如果你來日月潭玩的話 就可以品嘗一下囉 欸你看 欸你看 月潭的時候很乾淨 那 那 因為 太燙啦 欸看在那裡 應該是一個燙黃的部分 對 應該是一個 很好營運 很好營運 好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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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定要吃 對不對 但是今天今天吃完 覺得那些真的太好吃了 我覺得應該在那邊吃完晚餐的 因為這邊真的 這邊真的沒什麼選擇 然後今天吃的這一家已經是 所有選擇裡面的 算是比較好一點點的選擇了 那以上呢就是 今天晚餐吃這一個的小小分享囉 我們現在請少族的朋友 保佑我的行李箱 可以走完整個行程 這樣這樣看還蠻可愛的耶